修行是在生活里面 是在工作当中 是在厨师待人节目 离开了大众到哪里去修 说离开大众我修定 其实最殊胜的这个定功 殊胜的修定的方法 华严经里面 许许多多的佛菩萨 给我们实现 在什么地方修定 最热闹的场所 我们讲伯和公司上场 天天大人去逛 去看 干什么修定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是智慧 没有一样你不知道 看了之后呢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是大定 自信本定 所以你离开外面 你学不到东西 这个修行 这个修行叫做烈士练心 在士里面磨练自己 所以 如果你在繁忙互发工作当中 你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你的事情会做得非常圆满 自己定会登学 不是说我什么事情都不做 这叫修行 那就完全错了 每天瞧着墨云念着经 因为那是修行 那是学习 修行在哪里呢 修行在面对一切人事物 看看心还是不是那么清净 繁忙的时候 心地还是清净 繁忙的时候 心地不清净的时候 里面夹杂着是非人物 夹杂着自私自利 那就不清净了 所以在这个工作当中 要把自私自利修掉 这叫真正修行 齐心动念是为别人 没有一点为自己 没有一点利己的念头 把这个修掉 这是烦恼稀奇 要在工作里头 要在大众当中 把它修掉 贪嗔痴慢 尤其是傲慢 你不对人 你怎么晓得你傲慢断掉了 你不切除大众 你怎么知道 你的贪嗔念头没有了 所以修行离不开群众啊 法身菩萨 这是 这个 妄想分别 这是怎么有了 为什么还要硬化到 六道来 硬化到十发界来 为什么 要把它无视无名的习气 断掉 从哪里断呢 接触人私物当中 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习气 然后你得晓得 护法工资 真修行啊 讲堂里面研究你啊 那是真学习啊 学了之后要用啊 啊 用就在护法里头 啊 护法 都要晓得 两个目标 第一个 护持 正法 救助 那怎么护持呢 自己以身作则 做出榜样 给人看 这个要知道 第二个呢 要护持 一切众生的 正法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啊 怎么护持他呢 还是自己 做个好样子 给人看 让他觉悟 让他回头 啊 这个样子 释法 佛法 通通 护持 真护持 啊 所以全都是 从自己 做起 啊 自己要做得好 要做出 很好的样子来 给人看 啊 要像佛 像菩萨 啊 没有一尊佛菩萨 是自私自利的 啊 为什么呢 自私自利的烦恼 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他是凡夫 他不是佛菩萨 啊 我们常常想到 《金刚经》上几句话 若菩萨 由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摘像 极非以菩萨 这佛说的 你还有自私自利 你不是菩萨 你是凡夫 啊 菩萨跟凡夫 没有两样 啊 不一样的 凡夫有自私自利 有明文力量 有贪嗔之满 啊 佛菩萨 没有自私自利 没有明文力量 没有贪嗔之满 啊 事情一样做 一样穿衣 一样吃饭 一样工作 一样的活动 就是一个有 有妄想分别之者 一个没有妄想分别之者 啊 差别在四点啊 所以你要懂得 啊 真懂得了 你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啊 那真修行的人 我们讲过 这个讲堂里讲过很多啊 啊 如果我们真的 执着没有了 啊 还有妄想 分别 生西方极乐世界 生方便犹豫图啊 啊 如果说我们分别没有了 齐心动念也没有了 生极乐世界 生十报庄严图 这个事情不要问别人 问自己啊 真的 少一份烦恼啊 西方极乐世界 就提高很多 评级 啊 三倍九品 你不断向上提升呢 啊 佛菩萨给我们做了许多的表演 实现 我们要能看得懂 啊 看得出来 认真的 学习 啊 現在不像是一種有意思的 所以我會說 這個不像是有意思的 應該是這個最好 我會說 你的人 我會說 我會說 你會說